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啊 宰枪猎关的屁股 你说 宰相天的眼里 你就是个蚪蚁 知道吗 为了这窝泥奇妙的粘头 哎 你说那边放弃又是什么 我说 哎 你就是一个猪 蚪蚪 哈哈哈哈 夫子显盛登天 整个人间有人嘲讽有人忧 南海的某处一名轻衣道人 看到夫子化作一道流光飞向天空 他的神情显得异常凝重 他没有喊出整个人间都在飘荡的那句话 此刻的他内心很紧张 这一刻他等了太久 夫子在光明之中轻拍浩天的狱卒 代表着人是可以触碰 神威不可亵渎的天 浩天脸上闪过一丝恐惧飞向神国 夫子却是领先一步飞向神国大门 此时的天空光明大作然后散开 没有人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 壁空上的神国大门就此崩塌 天穷震动 无数飞金飞玉的事物落下 有一颗与众不同的陨石 近乎是颗透明的水晶在天穷滑出一道流光 落向遥远的极北雪山 宁却望着天空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 他痛苦地锤打着地面 声音沙哑地哭喊着 一位是他最尊敬的老师 一位是与他将生命融合为一体的女人 一时间他失去了两位对他很重要的人 毫无疑问此时是他今生最痛的时刻 清一道人名为陈某 他是道门最强大的那个人 数十年前他联合奖金首作 在夫子一根短短的小木棍下 始终难以支撑片刻 之后他被迫飘零南海之上 终生不敢踏足陆地 如今世间 再也没有能让他感到恐惧的力量 他终于迎来了可以重见天日的时刻 夫子升天之后 整个世界开始下雪 这场雪延续的时间特别长 这场雪注定要载入史册 而整个大唐也发生很多的大事 大唐皇帝李中义病入膏肓 未成首将马氏香 终于将这件天大的事禀报 夫子 夫子他 夫子怎么了 说呀 夫子升天了 天堂了 唐王听到大唐的天堂了 终于没有绷住 一口老血喷出 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大唐皇帝驾崩之后 公主李渔兄妹篡改一照 废财礼魂元登基做了大唐皇帝 西陵长教雄出墨趁着夫子升天 唐王并视大唐危乱至己 以夫子逆天 包庇魔宗圣女皇后夏天为由 讨伐唐国 向天下昭告举世伐唐 首领天下 举世发唐 持续很久的这场大雪终于停了 而此刻宁缺也醒了 醒来后他发现自己还在荒原 他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天 他望着天空出现一轮明月 这是昊天世界第一次出现月 但是宁缺知道这轮明月意味着什么 他知道老师还活着 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 还在天上战斗 因为夫子说过 这样的夜色很美 日月轮回生生不息 天书名字卷你的月亮 应该很美 天不生夫子 万古如长夜 月光照亮人间 人间从此不再惧怕黑暗 天有一响 夜月凌空 这幕奇特骇然的画面 震惊了整个人间 他们全力地注视夜空 全部被夜穷的那个事物吸引 有的人祷告膜拜 有的人惊恐不安 西陵神殿却是昭告天下 夜空的事物为月亮 乃是昊天连西世间神次的光明 此时此刻极北的荒原雪山上 一名身穿白衣的少女 闭着眼睛 她仿佛在沉睡 睫毛轻眨 她睁眼醒来 起身望向四周的雪山